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这个出台了很多的做法 好像起到了效用有限了 特别国债了 取消限购了 还有那个取消一些购买的限制了 还有买一些库存 政府买一些库存房啊 变成这个保障房 到底这些效率还有降低什么首付了 到底未来要不要降利率啊 这个房地产 房地产股票现在也没人买 不要撇开这个上海跟北京啊 我看了很多报道这个沈阳 深圳 成都 这个南京啊 这种一线跟二线城市的跌幅很深了 到现在一直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方法 很多豪宅变成鬼城 这个小明星你怎么样来观察 从一个境外者的角度 你怎么观察现在中国的房地产了 到底碰到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这些出台的这些政策了 没什么用 第一个就是说目前中国的这个有房子的人家 应该说占的比例非常高 这中国政府自己宣布大概中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都有自己的房子 这是一个官方公布的数字 第二个的话就是现在中国所有的城市 包括北京上海二手房的供应量都超过了新房 而且这个比例 而且这个就双方这个差距 二手房的这个上市量还在不断的增加 上海市那么二手房的这个上市量大概在最近几个月里边可能涨了几万套 甚至更多 上海市的就是说后台挂在前面的大概十几万套 后台可能超过二十万套 杭州大概超过三十万套 就是说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在中国中国人最向往的地方 比如杭州人间天堂了 很多有钱的人都希望在上 在杭州上海这个地方有自己的一个住宅安家 但是呢 这些地方杭州市二手房三十万套 上海市二手房估计超过二十万套 北京大部分差不多也很也很严重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 中国现在有大量的人开始出手手里的房 多余的房产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了形势的严重性 不是现在决定中国官方的意思想解决这种房地产的库存 去库存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什么因为现在新房根本就卖不动 现在是卖两套二手房 大概才能卖出一套新房 而二手房的价钱越来越低 二手房有个好处 第一个房子是现场的是现房 第二个二手房的位置一般都比较好 而新房的位置却很难说 有些新房在很偏远的地方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二手房 它的周边配套设施都是固定都是好的 所以一般特别对于这种一般底层的百姓 没有特别挑剔的话 那么肯定会选择二手房 又便宜又好又方便 那为什么要选新房呢 新房还有很大的风险 能不能交房还不知道 所以这是官方的数字 就是说现在二手房的上市量 二手房的销售量都超过了新房 所以这样的话就压着 现在新房更卖不动了 而且现在有个趋势 二手房的降价的速度越来越快 上市的数量越多 再一个我还想提醒一个大的数据 那么在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时候 中国当时六十岁以上的人口数量 是两亿六千四百万 六十岁以上的人 那么这次人口普查到今天的话呢 到今年的话呢 这个人就说六十岁的人到今天 如果还在的话就已经六十四岁 也就是说假定那个数字不变的话 当然可能会减少 那么六十四岁以上的中国人 有两亿六千四百万 那么第七次人口普查 还披露了一个很大的 还披露了其他的数据 就是中国的死亡人数和死亡的年龄 那么按照这个数字做一个平均值算的话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呢 是七十二岁 这个七十二岁这个数字 我个人判断 政府高估了 因为他公布的这个死亡数字的这个数 要低于一般人的低于估计 我也见到过很多 见到一个警察 他做调查 他是个派出所警察 他在那个辖区里边 五六十个村庄 每个村庄都 好多人 早已经死掉了 但是还在派出所的当案户口上 还保留了户口 也就是说 死人的数字 五十几个村庄 就差了几百人 整个中国 七八十 九十万个村庄 多少就行了 这个 所以这个数字 一个村庄差一个人 那就差出上百万人 所以这个中国的数字的可信度很低 再一个 最近两年 中国的癌症的发病率在急剧爆发 再一个就是 中国癌症的年轻化 低龄化问题非常严重 很多现在二十多岁 三十岁得癌症死的人 这个非常 已经绝对非常不 不新鲜了 死亡率很高 所以这个时候 官方公布的这个死亡数字 最近十几年 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波动 死亡率总是在百分之 千分之七 百分之九 这个数字 非常稳定 这个是不合常理的 第一个 中国老龄化增加了 第二个 中国癌症的得病率增加了 但是这个死亡率也没有变化 这个数字是不可信的 他肯定做了一定的美化 这个符合中国的现实 就是说 即使按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数字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2岁 什么意思呢 中国64岁以上的人 2亿6400万 如果按72岁的平均寿命算的话 8年以后 这一批人就谢氏 多少人呢 2亿6400万人谢氏 8年以内 8年以内 那么8年以内 中国人 新生人口多少呢 按一年800万来算的话 这个算我个人估计 这是比较乐观的情况 这个按照这个人口学家的很多人推算的话 去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大概只有800万 但是官方公布900万 官方公布不到1000万了 900多万 官方公布了 就有人就就人口学家 有人民间的就认为这个数字已经不可信了 那么按每年800万来算的话 平均8年不变 因为8年以后 我个人估计 中国的新生人口到不了800万 那么就按800万算 8年刚好6400万 什么意思 未来8年 中国人口可能会减少 整整两个亿 减少两个亿 什么意思呢 那么两个人 控住一套房子来 未来8年 中国会有一亿套二手房出现 空房出现 所以中国的房子注定会大幅度贬值 因为人多 人少房子多 控住这房子 没人住了 一亿套房子出来 中国8年时间 如果能够供用出一亿套房子出来 绝对是一场灾难 对房地产市场来讲 对房产市场来讲 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灾难 所以这个房子很多城市 包括上海北京 北京老龄化人口 北京按照北京 北京的有人统计过 北京的平均寿命 是七十四岁 可能七十几岁 那么我算了一下 按七十四岁平均寿命算的话 北京八年 十年以后 北京大概是有三百多万人过世 也就是说十年以内 北京会出现三百多万套房子 一百多万到三百万套房子 如果一个人一套 那就三百多万套 现在北京很多老人是独居的 这个独居量很严重 很严重 独居问题 上海老人超过四百万 在十年以内过世 这个数字非常非常可怕 上海和北京是中国老龄化 最严重的城市 老人比例非常高 十年以内 这个问题都会爆发 所以不要说其他小城市 就是北京上海这样 中国房价最高昂 最密集的地方的城市 也会有大量的二手房 在十年八年以内上市出来 是不是会上市 我们不知道 但是肯定会空出大量房子出来 所以对房地产企业来讲 八年 未来八年 就是灾难性的 这个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 因为人口问题是谁也挡不住 谁都不可能让中国人口突然暴增 谁也做不到 韩国 日本 花了这么大的力气 韩国已经开始宣布进入灾难了 进入危机状态了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有过先例 让人口能够从低谷大幅的上升 欧洲国家 日本 韩国 这些经济非常发达 社会福利非常高的国家都做不到 中国更不可能做到 所以人口的衰减 是无法遏止的 而老龄化 这个是事实 这个不可能改变 而且 未来八年情况下 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可能会比过去更糟糕 问你一下一个人口因素 在台湾的这种 在中国对大陆的影响 2015年 中国用所谓的补贴的方法 来放房政策 到现在目前之前十年 所以感觉起来 这个效果是有限的 君导你怎么样来看待 这个房地产 到底这种疯狂的旧房地产 旧楼市有没有什么用 现在增加点在哪个地方 真的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房地产 他整个的经济 就是一踏步 除了他的精致生产力的几个 几个领域中是靠钱 在中一之外的话 其他东西上都是一踏步 所以我觉得房地产 如果在整个经济 都不紧急情况下 房地产要让他有太大起子 也很难 特别是习近平在前段时间 对房地产已经摧毁性打击之后的话 实际上再想恢复 就很难 因为几个房地产龙头老大都已经失去能力了 其实世界各国的经济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在经济上发展比较快 有些龙头产业 有些龙头的 在一些龙头产业 一些龙头老大的企业 起比较大作用 如果你把这个龙头产业给去掉了 给毁了的话 那整个国家经济都会受影响的 上游下游 还有围绕他的服务业都会受影响 如果你把这个一个龙把一个行业中的龙头企业给打掉的话 那这个国家的很多东西就很多的这些企业都会受影响 因为其他那个企业很难替代这个龙头企业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前段年的重拳杂举之后呢 这个经济不是说你想砸 你让他变坏就能就就可以变坏给人力 对吧 像人似的你吃两副蟹药吃点毒药 让他死都可以 但是你想把一个死人在救活或者一个病重的人 已经叫你给拉的拉肚子也拉到了 就是已经很难再给他调养过来 那要很长时间的 那不是说你下 这个这年头你有猛药把人身体油好变坏给 你让用什么猛药把人油坏变好 这种猛药没有 如果真有的话 那可能就打什么强心针打鸡血呀什么之类的 这个然后让他能够暂时抽两下子 实际上现在就是这样 习近平其实做的这些经济上的很多东西呢 就是在就是打打鸡血 然后让人家外面兴奋了一阵 然后就说什么这个 比如像他说让地方政府出钱买房子 第一地方政府现在钱非常的少 地方政府的这个钱现在也很紧张 第二呢地方政府 他现在又让大家地方政府要去弄那个什么耐心资本 那个耐心资本 你到底让地方政府落实什么 他现在已经开始说了 要把新制生产力 就是我们后面讲讲的是吧 他要把新制生产力的打造情况 这次在西北视察 提出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标准 在新华网发表的这个东西来说的 那要是这样的话 那地方政府有钱得先去弄那个新制生产力 那个烧钱的那些弯道超车的那种这个企业吗 他怎么可能去花钱去给你搞什么房地产 房地产谁都知道习近平本来就要收拾房地产 只不过房地产呢 现在收拾太猛了 习近平现在要救房地产实际上就他本人的这个业绩 但是这个房地产救不过来 这白弄一下 再一个如果把钱呢 没法弄到新制生产力怎么行呢 因为我记得前代人我们在讨论的问题 就是说地方政府把这房地产给收了 然后呢 在什么连租房啊 给什么穷人啊 还有什么给他打包做一些新的什么金融衍生品 把他推销出去 那这个所以我是觉得这些招数现在看来都是不管用的 因为就那么点钱在那个地方 你说中国有多少存款 那个银行付的那个那个那个银行如果你把他欠的款 坏账都给算计中国没有多少存款了 老百姓的存钱是在银行 老百姓以为还有那么多钱 银行找本类钱给招他的都不知道招他到哪去了 伟东这个盛平之前好像提过 这个四亿万四亿户的人盖了六亿套的这个房子 所以不跌才怪啊 不过有个统计我不晓得 2018年到2022年就是疫情之前到疫情当中啊 总共卖出了八千万套 那八千万套呢 当时的这个价码都是很高 都是高价位买的 所以基本上当时买的人 这些人呢 这个等于是手他的这个所谓的投机款啊 百分之二百分之三十 基本上到目前为止都是被打水漂的啊 所以你怎么看下房地产问题 房地产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或者说 这个不太多的这个全面过剩的产 这个是真正的过剩 西方说中国产能过剩 其实房地产也是产能过剩 造了这个这个超出现在实际 这个需求量的超过一倍以上的房 这个而且消耗进去很多资金 所以呢 因为这个原因上次我们在历次讨论这个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 都一再说 我都一再说中国经济不太好也不太坏 就是说其他的部分能够补上来的都要填这个房地产这个窟窿 这也是比方说经济掉到百分之五左右的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呢这件事呢十年左右时间范围内能不能把它消化掉 我不是这个这个悲观 因为这个刚才小明说的那些数呢 我就不过多的更正了 那个账不能那么算 中国的平均年龄平均寿命 2021年就已经到了78.2岁 我说一下这个问题啊 关于平均寿命 美东说的他不是平均寿命 是预期寿命 预期寿命是现在出生的人预期寿命 和平均寿命是我们过去调查的 官方公过的统计数字 死亡人数算出来 是比如说现在已经今年死了多少人 他们这些都要说死的 这是客观数字 不是我冲击出来的 不是我算出来的 是这是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平均值算出来 这两个数字我解释一下 好就这样 没关系没关系 但是呢你也不能说 比如过去再过八年 然后两亿六千四百万人就都没了 因为这个平均数 可能死的不是老人 要死30%是30岁以下的人 没关系 50岁以下 是这么算出来的 这是平均数 你就直接用出生减这个死亡就完了吗 每年现在净死亡量大概一百多万人 就是这个出生和这个死亡之间嘛 那你八年之后也不可能 也不可能这个人口一下就减少两亿多 我们不说这些数了 就说这个房地产本身 现在他搞的这套这个这个降价 二手房啊等等 包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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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初始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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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款 钱都大幅度降低的这些措施 对这个是有一定的补救作用的 但是呢你说能不能这个在未来十年当中 我把这些东西都消耗掉 这个反正他新增的这个房地产 新增的部分已经大幅的萎缩了 就整个投资都不在这个方向上 这个银行也在不再开新盘 房地产公司也在处在一个逐渐萎缩状态 你有足够的这种这个地产基建能力 都在往这个其他国家的在蔓延 这部分的基建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要一直困扰中国十年左右 使他的整个经济增长呢 始终被这件事情拖累 但是你说会不会因此把整个经济都拖垮 那好像到不了这个 还用其他的这个这个 无论是新制生产力 还是其他方向上的这种这种能力 都在慢慢的把它弥补上来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中国经济不太好也不太坏 到不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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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定要崩盘 因为房地产就会把整个经济崩盘 但是房地产的问题 最后会拖累到很多居民的 实际收入的缩水 这个是一定的 这个因为这个这个处在前期 这个房地产泡沫当中 导致居民收入的这个这个 大幅度缩水的情况 是会越来越严重的 由于这个这个占有房子的人 原来高价买的 现在要低价卖出 这个这个亏损很多 然后呢对整个消费的提振呢 也是有影响 但是呢他用其他的领域的 这种新的这套这个办法 正在逐渐的弥补 两者的这种互换过程 至少要十年左右才能完成 我不是特别悲观这件事 好中国房地产 那这个看起来 要有一段时间来来消化 就刚才韦东也提到了 那今年的GDP 百万之五 跟着这些关系 不房地产下跌 大家的钱打水漂之后 这个消费会紧缩 消费提振没办法提振上来 对于通货紧缩了 会有进一步的这个恶化作用 我们再持续的观察一下 这个中文又会持续的讨论一下 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房地产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